HELL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由於現場羽球網路的現場 他的直播突然現在是斷訊的狀況 所以現在小鈴我趕緊為大家送上最新的比分 小黛帶進在馬來西亞大師賽的第一場比賽即時比分 目前的比分第一局小黛以21比9 打敗了張燕儀第一局拿下了 目前最新的比分第二局是16比7 16比7的部分 16比7的部分對上張燕儀 目前有著大概9分的領先 先跟大家說一下抱歉 因為現場的即時的轉播功能 他馬上失去了訊號 所以沒有辦法給大家做即時的轉播服務 目前先跟大家說一下 小黛帶進目前最新的比分更新 目前最新的比分更新是16比9 好馬上做一個更新 16比9的部分 16比9的部分 那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局的部分小黛已經贏了21比9 那第二局的部分是16比9 目前的比分是16比9 16比9的部分 對那目前小黛對這個張燕儀 還是有著7分的領先 那因為現場本來有提供直播 在稍早本來有提供直播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直播現在訊號就突然斷訊了 所以目前第一局比賽看完以後 只剩下第二局要看的時候 他就已經斷訊了 所以目前第二局比賽沒有辦法看到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馬上用這個 簡單的語音的播報方式 告訴大家最快的這個部分 那目前的比分是17比9 小黛再下一層17比9 那對上張燕儀 目前是有著8分的領先 8分的領先 那這一局很渴望會直落2 直落2 因為小黛第一局已經21比9贏了 那目前呢 大家如果說覺得會直落2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加1 那目前最新的比分呢 是17比10 17比10 好張燕儀再下一層17比10 雙方還是有7分的差距 小黛現在呢 因為目前的部分呢 感覺小黛打的是 從第一局還有 那時候還有比賽的畫面來看 小黛是打得蠻遊刃有餘的 那第二局我覺得也是照著這個狀況走 目前的比分是17比10 小黛7分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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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跟大家很 就是跟大家說聲抱歉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第一 第一局的這個 這個call1的這個部分呢 他的現場呢 轉播突然失去了訊號 所以目前沒有辦法看到 目前沒有辦法看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轉播單位 就突然失去了訊號 對我這邊再做一個確認 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得到 目前還是看不到的狀況 對對對 所以第一局的部分呢 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目前是 的比分 最新的比分 我來看一下 最新的比分已經出來了 20比10 20比10 小黛聽牌了 小黛聽牌了20比10 再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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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黛呢 帶自己呢 就能夠進入了這個 第二輪 第二輪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是20比11 20比11的部分 20比11的部分 20比11 最新的比分出來了 21比11 21比11 貴尾 21比11 好最後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 馬上做一個更新 比賽結束 我打在上面比較快 比賽結束 小黛 帶之影 1分 21 呃 直落2 直落2 打 敗 張 晏儀 進入 第二輪 好 小黛帶之影呢 在第一場 馬來西亞大師賽的部分呢 第一場比賽的即時比分 第一局21比9 第二局21比11 直落2 打敗張晏儀 晉級到了比賽第二輪 下一場比賽的對手 還不知道是誰 那幾點開打也還不知道 但是呢 大家只要在影片底下呢 訂閱小黎的每日新聞 everydaynews youtube頻道 就可以收到小黛帶進 下一場比賽的最新資訊 包括 幾點開打 對手是誰 以及 呃 大概哪邊可以看到 免費羽球比賽 直播等等的 呃我都會最新呢 做一個更新給大家 那 預估啦 下一場比賽的對手 應該是萊恩 丹麥的萊恩 之前在這個 去年台北羽球公開賽 冠亞軍跟小黛對決的萊恩 應該叫萊娜或萊恩都可以 對對對 預估是他 那正確的這個訊息 要等他比賽完結束 看看他有沒有贏才知道 那大家也 如果想要知道最新最快的訊息的話 影片底下呢 有個訂閱按鈕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讓就是 讓大家可以第一時間 先掌握到小黛帶進 最新最快羽球比賽的資訊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的資訊 對你有幫助 在影片底下有一個按讚的按鈕 可以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 然後呢 如果說你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小黛帶進的這個羽球比賽的話 也可以分享我的這個 也可以分享我的這個 呃 影片 讓更多人就是知道說 欸小黛的比賽這樣子 好稍等一下 我把這個螢幕呢 做一個關閉 好 稍等一下我調整一下螢幕的大小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想要讓更多朋友知道 小黛帶進的羽球比賽的話呢 歡迎呢 在影片底下呢 有分享的這個功能 可以分享這部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然後也可以叫你的朋友呢 來訂閱我的頻道 那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小黛帶進 最新最快羽球比賽訊息 那謝謝大家 那 呃我有什麼最新最快的訊息 都會更新給大家 那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一場直播見囉 拜拜